經歷了七月份 整整一個月幾乎沒有什麼新機發表的黑暗 其實等到八月在五號 OPPO就搶先發布了Reyno 6系列的新機 那這次總共推出了兩支手機 分別是我手上的這支Reyno 6 以及Reyno 6 Pro 那我們兩支手機都會介紹 首先帶大家來看的就是Reyno 6 如果說你對這兩支手機 或是這個系列有興趣的話 就趕快跟著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在這之前還是要先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GO! 那這次我們先看到手機的正面好了 它螢幕呢是一塊6.43吋的Forge DL9的挖孔螢幕 可以看到它的自拍鏡在側邊上面 是用挖孔的方式來做 那它這次一樣也是有支援到90Hz的螢幕更新率 以及180Hz的觸控採樣率 那辨識方式的話 其實我們剛剛稍微轉一下機身 並沒有看到那個按鍵式的指紋辨識的地方 所以它這次呢就是使用了一個臉部辨識 以及光感的屏下指紋辨識 算是還蠻方便的一個選擇啦 就是你可以自由去挑選你想要用哪一種 那在側面的話呢就是做成一個比較扁的形狀 就是用它們家的RENOGO的精算工藝技術 它整個手感摸起來的話我是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比較雖然不像那種圓圓的感覺很貼合很曲線的感覺 但是它因為它是扁平的邊 所以摸起來其實手感上是還蠻OK的 然後也不會去刮到你的手啊 或者是有什麼凸凸的感覺是都還不錯 然後翻到背面的話呢就是保持它們家最常使用的那種激光的感覺 那這次顏色的話呢一樣就是用它們家那種很激光感的那種渲染方式 然後分別是有兩種一個就是我手上的這個 新荷蘭以及夜海黑兩種顏色可以讓大家來選擇 那至於它這次的鏡頭模組的話 應該背面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三顆 再加上正面的一顆自拍鏡總共是3加1的鏡頭模組 那分別是6400萬畫素的主鏡頭 800萬畫素的超廣角以及一顆200萬畫素的微距 那正面呢則是一顆3200萬畫素的自拍鏡頭 至於這一組的鏡頭模組拍起來的感覺怎麼樣呢 我們馬上就上照片先來讓大家看一下 那它這次的鏡頭表現的話主鏡頭拍起來感覺 因為像今天我們去拍攝的時候天氣其實是比較陰的 所以它可能光線不是那麼的好但看起來也還是蠻自然的 在顏色表現上面並沒有說像以往那麼利 或者是那麼的對比那麼的強 看起來是還蠻不錯的還蠻有真實感的 那廣角的話它的邊線我覺得看起來還算蠻直的 然後遠遠的那些小窗戶其實都還蠻清楚其實還蠻不錯 那至於它的微距的話 雖然它上面是說大概可以到4公分左右的距離 但其實在近一點的時候好像還是會有那麼一點點小糊啦 那至於自拍鏡頭的話 OPPO家的自拍鏡頭應該非常有名就非常的厲害嘛 那像我今天就是素顏因為眼睛發炎的關係 看起來狀況其實不是那麼的好 但是它的美肌開下去之後再稍微去做一些細部的調整 我覺得整體看起來是不會有太過美肌 但是拍起來又是漂亮的狀態 其實它的自拍鏡是真的還蠻厲害的 但有一點點比較小可惜的地方 我覺得它這次的設計上面 它鏡頭模組就比較突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所以如果你放在桌上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點就是不平的感覺 可能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 像我就會覺得蠻躁鬱的 但這就是唯一的一個小小的缺點啦 那除了它本身鏡頭模組可以玩的東西之外 它這次其實還是有一些光斑人像 或是流色人像這些模式 可以讓你去選擇來拍出更有趣的照片 或者是如果說你想要錄影的話 它有支援到AI的美肌人像錄影2.0 可以讓你就算是錄影的時候 還是可以保持非常漂亮的狀態 那至於在處理器部分呢 這次則是使用聯發科的天玑900 搭配了8加128GB的8核心處理器 應該算是跑起來都還蠻順暢的 不會有什麼卡頓的問題啦 電池部分呢 這麼大一支一定也是非常的充足啦 它這次就是4300毫安時 然後搭配了一個65W的快充 就是大概5分鐘可以充到25% 就是大概可以維持4個小時的續航 其實應該算蠻快的 然後如果說你比較想要你的電池活久一點 它其實也有一個健康的電池充電模式 就是看你自己當下的使用需求來去選擇 你想要快一點或是慢一點都OK 那至於它還有額外的哪些加分點呢 就是現在其實大家手遊應該都打得蠻鬆的吧 那它這次就有特別加入了一些遊戲方面可以特別使用的功能 就比如說它這次有加入了一個Z軸的線性馬達 可以讓你的震動回饋再強一點再真實一點 打起遊戲來的沉浸感應該也會好一些 那還有一個就是叫做閃電啟動的功能 就是它會把你比較常用的遊戲啊存放在後台 讓你可以馬上一鍵就按開就不用再每一次都要等遊戲載入那麼久 那至於這支手機要賣多少錢呢 那我們就上來這邊讓大家自己看 應該是比前一代就是Reno 5的時候稍微再貴一點點啦 那就看大家能不能接受這樣的價格 讓我們會一併把Pro的價格放在下面 來讓大家先看一下 那如果說你對這支手機或者是Pro有興趣想要來比較一下的話 也歡迎請去鎖定我們下一支Pro的開箱 那我是麗珍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掰掰 不用擔心 對 不緊張